我們一起來看約博記35章 約博記35章第9節 約博記35章第9節 35章第9節 人因多受欺壓就哀求 因受忍者的瑕疵便求救 第10節 卻無人說照我的神在哪裡 祂使人夜間歌唱 11節 教訓我們聖於地上的走送 使我們有聰明聖於空中的灰鳥 這段聖經裡面 那是約博記的一段話 那是約博的朋友 在約博受煥難的時候 對他所說的其中的一段話 那麼他在這裡強調 有一句很值得我們去思想的問題 就是他使人夜間歌唱 那麼在約博記裡面 就是約博他本人 在受操練的一個經歷 約博記也是一個受苦者 非常典型的一個幻例 那我們平常在生活當中 有時候我們處在安逸的生活環境裡面 也會有忽然間 來臨到我們的種種的患難 困苦病痛 那我們如果從約博記來看 他是在物質上 在他的身體上 在他的心靈上 都受到各方面的痛苦 而且所受的痛苦 是突然間甚至非常的大 約博的操練 就好像從一個光明的祥午 突然間變成一個幽暗深層的夜間一樣 所以他在這個約博記當中 他的朋友在跟他辯論當中 就講了這一段話 那事實上在聖經裡面 還有一個做詩的人 也提到相同的一個教訓 我們來看詩編77篇 第六節 詩編77篇 第六節 第六節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 門心自問 我心裡也仔細省察 這是做詩的人 他提到一種信仰的經歷 那麼做詩的人他說 第二節說 第二節說 我在患難中尋求主 我在夜間不住的舉手禱告 也就在患難當中 人的心是痛苦的 但是做詩人卻說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 人心自問 我心裡也仔細省察 神是使人夜間歌唱的神 夜間代表患難 夜間代表操練 夜間當然是一個黑暗的地方 那麼神是使人 夜間歌唱的神 我們今天下午就用這句話 一起來思想 幾個教訓 第一個 夜間是歌唱的好時機 夜間是歌唱的好時機 夜間在受苦當中 他卻仍然歌頌神 我們來看約伯記第一章 約伯記第一章 約伯記第一章 二十一節 約伯記第一章 二十一節 說我赤身出於母胎 也必赤身歸回 賞識的是約爾法 收取的也是約爾法 約爾法的名 是應當稱頌的 約伯他在這個突然之間 他的財產都喪失了 他的兒女都死了 甚至連約伯他本身 從頭到腳都長滿毒藏 面對這樣突然之間的災禍 他不知道為什麼神 讓他遭遇到如此大的痛苦 為什麼神讓他遇到這般的患難 他不理解 他不知道神要他學習的功課 他也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在哪裡 他更不知道今天他遭遇到 這樣的患難的原因是什麼 可是雖然如此 我們從身體裡面看到約伯 他雖然如果以聖經再介紹這個約伯 第一章第一節說 約伯是完全人 他是完全正直 敬畏神願於二世 從人的角度來看 約伯是一個好人 約伯是一個敬畏神 是一個虔誠的人 他不遠離二世 他是一個正直人 又是一個敬畏神的人 這樣的人 在人的眼光來看 應該是挑不出毛病 是一個非常好 非常好的人 所以面對這樣的一個好人 面對這樣一個虔誠敬畏神的人 為什麼突然之間遭遇如此大的患難 他不明白 人不明白 約伯也不明白 那約伯本身不知道 可是他並沒有因此來埋怨神 所以他反而在遭遇這麼大的患難的同時 他卻說 我次生出於母胎 也必次生歸回 賞賜的是在約伯 收取的也是在約伯 約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在患難當中 仍然能夠明白 人所領受的都是在於神 既然賞識在神 收取的是在神 所以他說 神是應當稱頌的 在這樣患難當中 仍然能夠用他的口 來說出歌頌神的聲音 這個就是 夜間的歌曲 就是能夠在夜間來歌唱的時候 聖經裡面記載這個保羅跟希拉 保羅跟希拉為了傳神的福音 那麼他受到迫害 也被人關在監獄裡面 那從十如行傳十六章裡面來看 保羅跟希拉被關在監獄裡面的情況 他是被關在內間 那麼他的手 他的腳都被上了手鍊 又是關在內間 這樣的一個被拘禁的情況 以當時來說 這是一個重刑犯的一個被關的情況 那以當時來說 不單是一個重刑犯 可能是一個死刑犯 也許 半夜就要被提出來 來斬首了 可能 馬上要面對死亡的威脅 但是保羅跟希拉 他兩個人是敬畏神 為神的福音來盡心盡力 今天他們被迫害 而被關在內間裡面 雖然生命受到威脅了 但是 他們兩個人的內心 卻相當的平安 相當的坦然 所以 照理說 應該是金黃害怕 因為已經面對死亡的威脅 可是他們在監獄裡面 卻 半夜的時候 卻還是能夠很坦然的 心裡很平安的 在那裡唱詩 祷告 讚美神 那麼當保羅跟希拉 在那邊 祷告 唱詩 讚美神的時候 眾囚犯 都聽得 聲音裡面說都側耳聽 都聽得非常的高興 也許 因著他們兩個人所唱的詩 也讓這些 同樣被關在監獄裡面的人 感覺心靈非常的喜樂 或者平安 那麼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地大震動 這個監獄的門打開了 他們手上的手鍊也都正開了 當時在寬管他們的獄主 卻在那裡打瞌睡 結果突然醒過來的時候 看到監獄的門打開了 當然內心的直覺 就是監獄的門既然開了 囚犯必然已經逃跑了 那麼囚犯都逃跑了 面對這樣一個情況 這個身為禁主的 當然他無法承受這樣的責任 所以他感覺事情很重大了 因此自覺無法承受 承擔這樣的重責大任 所以就想要拔刀來自殺 這個時候的保羅就出聲告訴他說 不要傷害自己 我們都在這裡 這個時候也讓禁主 認識到保羅原來他會普通的人 也從保羅身上來聽到 主耶穌的恩典 所以保羅到他家去 他們一家就都信主 都很喜樂 所以保羅雖然面對死亡的威脅 可是他仍然在夜間 能夠在那裡很坦然心安的 來唱詩祷告讚美神 所以夜間是我們歌唱的好時候 我們一個基督徒在信仰生活當中 如果我們面對患難 如果我們面對這個病痛 如果我們面對危險的時候 我們的內心還是很平安的 可以來歌頌神來讚美神 那表示我們有靠神的信心 因為神是使人夜間歌唱的神 如果我們面對患難 如果我們面對危險 我們面對病痛的時候 那我們就害怕了驚慌了 這個一害怕一驚慌 就提不起信心來讚美神 來依靠神 那怎麼能夠唱出夜間的歌曲呢 當然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要相信神 祂的絕對的全能 我們要相信神的能力 所以我們要相信神 而且神的能力 能夠唱出但奧 我們要相信神的能力 我們要相信神的能力 今晚會有靈性的能力 那天快樂 我們要相信神的能力 也要相信神的能力 我們要相信神的能力 二十節 四篇一百零四篇二十節 他照黑暗偉業 林中的百獸就都爬出來 少壯的獅子吼叫要抓死 向神尋求食物 二十二節 綠頭一出 獸便躲避 握在洞裡 人出去工作 做工勞碌直到晚上 這裡聲音上說 神照黑暗為業 那麼在黑暗在晚上的時候 黑暗晚上的時候 就是百獸出來抓死的時候 所以黑暗 夜間表示黑暗掌權 也是這個百獸 甚至少壯的獅子出來抓死的時候 那麼從人的社會來看 黑暗也代表盜竊來行凶的時候 很多做一些偷盜的事 有一些稻傑出末 大概稻傑出末通常都會選擇晚上比較多 因為晚上他的行動 在整個黑暗的環境裡面 比較不容易被察覺 所以通常盜竊行凶動作都是在夜間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那麼從信仰的角度來看 夜間也是魔鬼忙碌的時候 魔鬼工作的最好的時機 所以我們在信仰生活當中 我們要了解夜間 夜間是黑暗掌權 表示魔鬼工作的時機 但是在夜間 雖然是魔鬼工作的時機 雖然是黑夜掌權 可是在夜間的時候 黑暗當中 這個亮光更能顯出它的亮度 所以有時候在 像我們現在白天你點個燈 看不到這個燈的亮度 可是在黑暗的時候 這個燈一照的時候 就顯出這個燈 在黑暗當中特別的顯眼 特別的亮 所以夜間才能夠顯出這個光的亮度 神有時候要造就信徒 會用夜間來這個釋出信徒的 這個光亮的程度 所以子耶穌說我們是世上的光 我們要成為世上的光 這個光是要做照亮的功能 當我們一個基督徒的生活 如果處在黑暗當中的時候 才能夠釋出我們的亮度 才能夠看出我們信仰的 這個造就到什麼程度 所以夜間雖然是黑暗掌權的時候 也是神造就我們信徒的信仰的好時機 所以我們在生活當中也會有逆境 有順境的時候 當然也有逆境的時候 就好像一天當中有晚上有早晨 白天是亮的 有這個光來照耀 晚上是暗的 所以有這個白天 有晚上這是正常的 人的生活裡面 我們的信仰生活更是如此 黑夜也是要撤出光的亮度 所以在我們的信仰生活當中 有時我們處在白皺 有時我們處在夜間 也就是說我們有順境的時候 當然也有逆境的時候 那麼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祕密境更是神在造就我們的時機 神往往藉著這個夜間來 來造就我們的信仰 我們看以赛亞書 以赛亞書30章20節 以赛亞書30章20節 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兵 以困苦給你當水 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 你的眼睛必看見你的教師 21節 你或向左 你或向右 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 這是正路 要行在其見 這裡聖經上說 神 祂用艱難給你當兵 用困苦給你當水 這個艱難困苦就是 在生活上的操練 逆境 我們有時候在生活上 會遇到艱難 會遇到困苦 那神會用艱難給我們當兵 會用困苦給我們當水喝 也就是說在我們生活當中 有時候我們會經歷 這樣的逆境 是處在艱難當中 處在困苦當中 那這個是很平常的 用艱難當兵 用困苦當水 就是表示說 生活當中遇到這樣的艱難困苦 這是很平常的 表示是正常的 那麼這個正常的 神為什麼要讓我們遇到這樣的困境 原來就是 神在教導我們 在教育我們 這個艱難困苦就好像老師一樣 在我們的後邊 再調整我們的腳步 讓我們的信仰能夠更堅定 讓我們能夠 時刻走在主的道律上 能夠不偏離主的恩典 主的道路 那這個夜間也是神伺服的好時機 神所造的都是好的 所以神在創造的時候 有晚上有早晨 神也造光 也造這個黑夜 造白天也造晚上 這個白天晚上都是神所造的 這個都是對人是好的 所以神所造的各式美好 都是非常的好 那既然神所造的都是好 那夜間當然也是神伺服的好時機 神三一名記載這個雅各 雅各 雅各啊 他因為騙得了這個長子的福分 他的哥哥 就很怨恨他 就要殺他 那麼這個雅各就開始逃亡 要逃到他的母舊那裡 這個雅各在逃亡當中 路途遥远 一个人很孤孤单单的走在旷野上 一个人很孤单的走到了半夜 在晚上的时候 他就拿一块石头当枕头 就在那里睡着 那么当雅各在那里睡着的时候 当然那是夜间的时候 神就让他梦见一个梯 这个梯立地顶天 那么他又看到神的使者上去又下来 在梯的上面 有神出声来告诉他 所以让雅各在那里听到 神应许要保佑他 要赐福给他 那么当雅各醒过来的时候 他才警觉到 我们来看创世纪28章 创世纪28章16节 28章16节 雅各睡醒了说 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 17节 就惧怕说 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北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虽然是夜间 对雅各来说 当时他是孤单无助 当时他是害怕逃亡 而且在一个人走在野地上 是很孤单无助的时候 那既然在夜间的时候 神却在这里向他显现 来应许 来赐福给他 应许要保佑他 应许要让他平平安的回来 而且还应许他 说你所躺卧的地方 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会像地上的沉沙那么多 会像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的万主必因你 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也必与你同在 无论你到哪里去 我都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曾经向你所应许的 神的事福是何等的大 在这个雅各孤单 害怕恐惧 在无助的时候 竟然神在夜间 来应许他这么大的恩典跟福气 这对一个害怕孤单无助的人 这是何等大的鼓励 所以这样的应许的福气 真的是来的是时候 那我们也要相信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会走到夜间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的 也有时候就像这个雅各 像现在最近的疫情 有的人会恐惧 会害怕 会内心不安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相信 我们有一位神 所以当这个雅各睡醒的时候 十六节就说 他睡醒了 就说 因为我还正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约瑰华正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我们何尝不是 很多时候 其实神一直都在 神一直都在啊 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们虽然走到了 这个夜间的时候 我们虽然走到了 让我们觉得孤单无助 害怕的时候 但是其实神一直都在 只是我们能面对这个环境 就像走在夜间 我们在黑暗里面 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我们在黑暗里面 我们会内心产生一种无名的害怕 这是很自然 人的一种面对黑暗的恐惧 但是其实神一直都在 所以就像雅各说 约瑰华正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 其实神一直都在 只是 我们 感受不到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在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靠神的时候 其实 神一直都在 神也必然会 这个赐福给你 所以当我们走过夜间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原来 这一道曙光已经出来了 原来神的恩典已经在那里了 原来神的旨意原是好的 神里里面还记载这个约瑟 约瑟的一生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迈到埃及 他从此 他的人生开始转变 从一个在父亲 这个眼中的娇儿 突然间变成人的奴隶 被卖到埃及去当奴仆 那么在人的家里 他的身份改变 不再是儿子 而是奴仆 这样的身份 其实是改变相当的大 作为奴仆的身份 他并没有埋怨神 也没有埋怨人 他很任命的 当然他一连串的遭遇 也是非常的可悲 后来被关在监狱里面 其实 他的遭遇 用人的角度来看 真的是 遭遇非常的遭 可是 这个耶瑟 他仍然 在那里等候神 仍然很任命的 来 来 尽他能够做的事 有一天 他能够有机会 神提升他 结果他当了埃及的宰相 后来又因着 跟他的兄弟相认 接他的父亲全家到埃及去 可是后来他的父亲联老了 过世了 他的兄弟们 当然很害怕 过去因为父亲还在 耶瑟也许 看在父亲的面子上 不报复他们 那现在父亲走了 死了 那当然 他们很害怕 这个身为宰相的弟弟 可能会对他们 有所报复 就来 哀求这个耶瑟 那这个耶瑟怎么说 你们的意识 是要害我 神的旨意 原是好的 是要成就近日的光景 他却能够走过这样 黑暗的时期 却感受到 原来神的旨意是好的 就是要成就这样的光景 所以有时候黑暗 就是神在造就我们 应许要把更大的恩典 跟福气 来赏识给我们的时候 那夜间也是神 显出他奇妙作为的时机 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埃及做奴仆 被埃及人苦待 非常的苦 所以他们在埃及 受埃及人的苦待 做苦工 做的工越来越加重 甚至埃及的华老 看到以色列人这么多 恐怕他们的人数 越多会超过他们 会带给他们的危险 所以甚至开始 兴起要 把以色列人 来这个灭掉 所以就吩咐 这个接生婆 反以色列人所生的妇女 都要 如果是蓝的 就要把她掐死 但是接生婆不敢这样做 他们心中敬畏神 后来法老甚至下了一道命令 反以色列人所生的蓝鹰 都要丢到尼罗河里面 这些一连串的动作 无非都是要 来把以色列人灭解掉 所以他们不但受苦待 还带来灭祖的危机 那因为手作的苦工越来越重 所以他们就向神发出了哀声 以色列人 他们 曾经在埃及最好的戈山地 享受当时耶稣当宰相 所带给他们的这个特别的特惠 这个优惠 那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改朝换代有新的王岐来 不认识耶稣 当然也开始破坏他们 所以这些百姓 他们处在 可以说是面对最大的黑暗期 所以他们向神发出哀声 那么神拆解摩西 要救他们离开埃及 那法老的心非常的硬 神让他们离开埃及的时机 就在什么时机 就在黑夜的时候 所以在一月节的晚上 神降下了 这个末次自灾 就是妹长子自灾 在埃及 那么从埃及当天 就有每个家庭 埃及的每个家庭 长子或者头生的生猪都要死 唯独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遵守神的教训 守余悦节 在屋子里面 在家里 吃余悦节的羊羔 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 跟门楣上 妹妹的天使出来的时候 就越过去 所以他们都能够保全生命 在这当夜 前埃及哀嚎一片 从法老到一般的百姓 每个家庭都有人死亡 所以这时候的法老 他就催逼着 这个摩西赶快离开 所以这个时候 半夜的时候 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百姓 离开埃及 所以他们离开埃及 脱离法老的手 就是在雨夜节的夜里 所以夜间 也是神 救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 在生活当中 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我们也是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 我们从黑暗当中 来归向光明 也就是神 把我们人 我们人从黑暗当中来拯救出来 人因着始祖犯罪 罪隔绝人跟神的关系 所以人就活在罪里面 人就在魔鬼的掌权之下 因此 我们就好像 在这个黑暗死印里一般 因为我们的人生 失去的方向 我们的生命 没有了盼望 那神 祂灵敏我们四人 所以路加文第一章七十八节说 神灵敏人的心肠 祂好像早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我们这 坐在黑暗死印里的人 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我们因着罪 我们都成为罪的农仆 我们因着罪 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 所以我们就好像活在黑暗死印里一般 我们的人生是绝望的 我们的人生失去的盼望 我们的生活失去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好像在黑暗当中 看不到亮光 因为没有了方向 那么 耶稣基督就是那早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我们看到 我们常说清晨的那一道曙光 那一道曙光就是 在黑暗最深的时候 最黑暗的时候 然后早晨的那一道曙光 一出来的时候就化破了黑暗 所以当我们看到 在黑暗当中看到那一道曙光的 好像我们人就看到了光明一样 未来都是光明的 因为已经亮光出来了 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就像我们把我们从黑暗当中 拯救出来 让我们从黑暗里归向光明 神的恩典 神的大人的手就是这么奇妙 所以让以色列百姓在 半夜的时候 就离开这个埃及 脱离法老的手 那么当他们离开埃及 走到这个红海的时候 法老不死心 还是追 派出还是追赶这个以色列人 那么当法老追赶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他们走到红海 其实走到红海 这个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说 其实是非常的恐惧 因为法老的追兵 已经追上来了 所以《出埃及记》的十四章 第十节说 法老临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举目 看见埃及人赶来就胜俱吧 然后向约伐哀求 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 非常的害怕 因为刚逃离 法老的控制 现在没想到 法老的 这个车辆马兵 马上追到了 当法老的追到的时候 那么以色列人他们都非常的害怕 所以就向神来呼救 可是这个时候 对以色列人来说 其实他们已经走投无路 因为前面是红海 后面是埃及的罪病 真的是束手无策 不知往哪里逃 没有一个人想得到 神怎么救他 但是当他们向摩西发现 摩西向神呼求的时候 那么神叫摩西 把他手里的杖 向海升去 神在这个时候是显出 让以色列百姓 都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所以我们看这个 神在显出他的奇妙作为 是人所想不到的 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五章 的第一节到十八节 就是摩西在歌颂神的诗歌 那这歌颂的诗歌 他把神如何 让他们走到红海的时候 怎么来救他们 脱离法老的手 把神的大能大力 做诗这样来描述 那我们从十五章 第一节到十八节 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 这一段诗歌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摩西在描述 神的大能大力 他在这里写得 非常的透彻 所以夜间 其实也是神显出 他奇妙的作为 这样的作为 是无人能够想象的 是人怎么想 都想不到的 但是神的作为 就是这么奇妙 我们来看其中的几节圣经 我们看 这个 十二 十一节 十五章十一节 十五章十一节 约合法众神之中 谁能向你 谁能向你 自圣自荣 可颂 可谓 施行其事 十二节 你伸出右手 地便吞昧他们 你凭慈爱 领了你所赎的百姓 你凭能力 引领他们 到你的圣守 外邦人听见 就花瞻 疼痛抓住 灰离寺的居民 十五节 那时以东组长 金黄 磨压的英雄 被占尽抓住 嘉然的居民 心都消化了 惊骇恐惧 临到他们 约合法 你的绑壁 的大人 他们如石头 极然不动 等候你的百姓过去 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 在于你产业的山上 约合法 就是你为自己 所造的租王 就是你所所建立的圣守 约合法必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这是摩西所做的诗歌 他在歌颂神的大能大力 确实 他们过红海 这是神选出他的大能大力 神奇妙的作为 让人怎么想都想不到 神是用这样的方法 超过人 内心所能够想到的 的这个方式 来为他们开一条路 让他们走过红海 很平安的走过红海 甚至当他们走过去的时候 神又让红海的水河起来 甚至让埃及的追兵 怎么追都追不上 埃及的追兵 又被神的使者推到红海里面 都灭绝在红海当中 神的绑壁是何等的奇妙 神的作为是非常 神的作为是非常的奇妙 是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 所以没有夜间 就没有夜间的歌唱 若不是神使我们觉得 这个世界不可爱 就像这个 以色列百姓在埃及 他们埃及 在埃及是在地如天 他们在埃及是在最好的歌山地 在那里发展 神也确实使他们发展 人口越来越多 这个牛羊越来越多 那如果神没有让 这个世界走到黑暗 也就是没有让埃及人 来苦待他们 他们怎么会 想要离开埃及 当然不会 所以当神让我们感觉 世界不可爱的时候 我们才会不爱世界 今天疫情这么的大 今天我们也许 在生活当中 我们也抱着 这个恐惧的心态 今天我们也 也许我们抱着 歇息内心的不安 因为随时随地 好像都有可能 被感染到 虽然是这样 那我们才能够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 真的是不可爱 原来我们应该寻求的 就是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 来得到神更大的眷顾 好像以色列百姓 神让他们走到 在埃及受到苦害 在埃及做苦工 做得非常的苦 他们才不会 这个贪念这个埃及 他们才会想要离开埃及 所以我们也许过去 我们在安逸的生活环境里面 我们觉得好像在地如天 也许我们也忽略了 其实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世界 我们应该追求将来 神要给我们灵魂的救恩 我们应该多一点 这个时间 我们应该多一点 这个爱主的心 但是我们过去也许忽略了 那神让我们走到夜间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觉得需要来面对 这个更大的盼望 也就是将来神要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 这个世界不可爱 有夜间才会有夜间的歌曲 我们再看《诗诗记》第六章 《诗诗记》第六章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 七年 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 就在山中挖洩洞 建造营寨 以色列人每逢杀种之后 米甸人、牙玛利人和东方人 都上来攻打他们 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 直到加煞 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 牛羊驴也没有留下 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进帐盆来 带着牲畜盆来 像蝗虫那样多 人和落头无数 都进入了国内毁坏前地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极其穷乏 就呼求耶和华 这以色列人进入埃及 也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过着一段平安的生活 可是当他们得到神所应许之地 也分得迦南地为产业的时候 他们渐渐的却没有敬畏神 所以第六章里面就记载 以色列人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当神 当人不遵守神命令的时候 神的操练就来了 所以神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回头跪向他 那这个时候 神就把他们交给米甸人的手里 也就把他们交给外族人 让米甸人来欺负他们来苦待他们 那这些米甸人和亚玛丽人 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 然后把他们的 这个所撒种的都毁坏掉 把他们的粮食都毁坏掉 所以他们都不留下食物给这些以色列人 甚至牛羊驴都不留下来 那这样对以色列人的生活 就造成很大的威胁 而且还要受他们欺负 还要受他们苦待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以色列人才懂得要向神哀求 那之前他们却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当受外族人欺负的时候 苦待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说要寻求神 来向神哀求 那当他们向神哀求的时候 神就兴起这个士师 要来拯救他们 所以神就拯选这个基殿 那这个基殿 要来拯救这些以色列百姓 那这个基殿 他就看到这些米甸人这么的可恶 那神实则向他显现 那这个基殿就利用晚上 在二十五节 说当那夜神吩咐基殿说 你娶你父亲的牛来 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 并拆毁你父亲 为巴力手足的坛 砍下坛盘的木偶 然后在这盘史上 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 你的神足以奏坛 将第二只牛献为环祭 用你手砍下来的木偶做财 那基殿 就从他仆人中挑选十个人 照神手吩咐的行了 他因为怕父亲 父家和本城的人 不敢再白奏行这事 就在夜间行了 这个基殿 为了要来毁坏 他父亲手足的巴力的坛 巴力偶像的坛 所以在夜间来行这事 把这个巴力偶像拆除了 用巴力偶像的这个木头 来做财来烧 来在那里为神献祭 那这件事情 当然后来 这个 以色列人在追究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可是神却要 要这个基殿来带领这些百姓 来拯救他们 所以这时候基殿 他还是不敢 就这样来认定 真的神是要用它 那所以他几次来向神求证据 那么神选出证据 给他让他看明神的旨意 也是在夜间 让他看到 夜间的露水下来的时候 那些羊毛 第一次羊毛是干的 第二次 就是一次羊毛是干的 一次羊毛是湿的 然后一次羊毛 干的地上是湿的 一次地上湿的羊毛是干的 用这样来让他明白说原来神给他确实的证据 就是要他来拯救以色列百姓 让他来建立信心 可是虽然是这样 但是当他要去跟这些米甸人打仗的时候 米甸人的人数相当的多 米甸人人数多到什么程度 这个难道以色列百姓会害怕 以色列百姓人数相当的多 但是对基甸来说 他当时大家都害怕 所以他能够用的人不多 最后只留下三百个人 那用这三百个人 要跟米甸人来打仗 其实是谈何容易 可是神却让基甸 用这三百个人来 把这些米甸人都打退了 那怎么打退 其实对基甸来说 他还是害怕 因为只带三百个人 那但是神让基甸 跟他所带的人普拉 到米甸的这个营棚 结果到米甸的营棚 半夜的时候听到这个米甸的冰 在收门话 然后收门话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来解这个门 说这个不是北的 就是这个基甸的刀 就是以色列人 耶阿斯的儿子 基甸的刀 那神已经把我们交在他们的手里 结果 这个基甸 跟这个 跟这个 跟随他的这个 他的仆人 普拉 两个人听到这样就坚定信心 原来神已经真的要把 这些米甸人叫在他们的手中 所以他就很勇敢的带着三百个人 去跟这个米甸人来征战 当然在这一个 这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 也是显出神特别的大人 让这些米甸人就溃败了 就溃散了 所以神 他是使人夜间歌唱的神 往往我们在逆境的时候 往往我们在面对 这个不好的环境 就好像走到夜间一样 那才是神要让我们产生信心的时候 那我们在夜间不可怕 可怕的是 我们都不懂得依靠神 我们最后看哈巴古书第三章 哈巴古书第三章 哈巴古书第三章十七节 第三章 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也不出粮食 千中绝了羊 盆虐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脚快如母路的体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这里圣经上在记载 这个哈巴古先知 他在歌颂神 那么他在歌颂神里面 就是虽然处在逆境 无花果树不花旺 葡萄树不结果 感染树不效力 田间不出粮食 千中绝了羊 盆虐也没有牛 虽然是这样 但是他说 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为救我的神喜乐 因为主是我的力量 祂让我能够脚快如母路的体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也就是说 神要让我们非常的安稳跟平安 我们会走在主耶稣的恩典当中 所以神是使人夜间歌唱的神 唱是330首